嗨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甜甜老师 今天我们进入的就是凹数拓展部分的计算综合 分小混合运算 今天呢甜甜老师要带大家习一个多儿岛去一个探险 说呀小小花就跟大家一样在学校学期的成绩越来越好 这个时候妈妈呢就送给小花一套她梦寐以求的星球模型 有一天呢她一手把玩着模型呢正在查一些 一手用电脑去查一些关于这些模型太阳星系九雅星星的一些资料 正在这时她的电脑就亮出了光 她就被吸进去了色彩斑斓的一片 一阵悬晕以后她就掉到了一个森林中 这个森林哪都很漂亮就这个河水不仅臭还是黑色 并且一看还遇到了两个怪物 你就是地球人吗小花说我是呀 说你们是谁呀 我们是多尔星球的达尔孝尔 达尔和小尔 听说地球的孩子都很聪明 我们要抓来做实验 小花一想说 他们就我估计跟他们说什么都没用了 后来灵机一动说 哎呀我很聪明 我能帮助你们变聪明 所以你们不能杀我呀 那就跟随我们去见林长吧 这个时候他们俩就带着小花一起 跳到了一个白胡子老爷爷面前 这就是地球人吗 快抓起座关起来做实验 哎呀这个时候小花就说你不能抓我呀 说我可以帮助你们 真的吗 这是岛长临走前留下的密码墙壁 要解开上面的题目才能知道岛长去了哪里 那样才能找到神器 让河水变回清澈 然后后来小花最崩溃的就是 他说如果我解决不了的话就难逃一死 所以为了不死 小花就赶紧的去研究了这个茅草屋上的墙壁 他发现这个其实刚刚就是他在研究的太阳系的九大行星 他那时候摸了一个星球 发现他只要一摸他就闪亮起来 好他现在摸了第一个 然后就进入了我们的第一道题 在做题之前呀 这个这个林长还比较善良 说呀我们的这个题呀跟有些东西是相关的 所以呢他先给了我一个信息储备库 哎让我们解决起来更方便 那我们赶紧看看这个信息储备库有什么 他说今天我们解决的所有的问题都叫计算 好我想先问问大家 你觉得计算最重要或者说小花今天的决胜秘籍是什么 计算最重要的是什么 预算法则 他都不是他今天必须得算出来 算不出来就死了是这样的吧 那他怎么才能算出来呢 因为他想特别快的回家 所以他追求的一定是先 不一定是先准确再迅速是不是 什么怎么才能迅速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到的给大家一些常用的技法 好了在做题之前呢 我们先看看这个信息储备库到底有哪些技法 有的是之前我们就熟悉的 有的可能是今天新提到的 第一个就是常用技法 都是之前我们学过的 A叫凑整法 然后B叫抵消法 C叫分组法 D叫提取公英数法 5叫等差数列 我们说这些方法呀 他很少说一道题就是一道固定的方法 一般来说它是比较综合的 那我们先看看这些法都是什么意思 给大家复习一下啊 第一个什么叫凑整法呢 我们说加减法里有凑整 乘除法呢 用特殊数去凑这个整 我们想想加减法怎么去凑这个整呢 一般来说有两个 对一个就是各位找朋友 比如说12你就会找什么呢 8 各位是8的是吧 那比如说各位是3的就会找各位是 各位是4就找各位是 各位是5就找各位是 各位是1就找各位是 说的特别好 但这个只限于加法 但减法里各位是9 你就应该找各位是 9 对的 减法的时候就应该找相同的数 加法就找互补的两个数 是这样的吧 是啊 乘法的时候用什么呢 特殊数最重要 比如说以前我们修个什么呢 2乘以5 对等于14乘 25 25等于180乘 18 25等于1000 好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题啊 我们在做这个这个 在帮小花完成任务之前呢 我们得先练一下兵 我们说比如说0.125 25乘以312再乘25这个题 首先我们一看这个题是不是乘法 应该是属于特殊数 现在你看到哪个特殊数了呢 25 25和 0.125 那25的朋友是谁呢 4 0.125的朋友是谁呢 8 0.125不知道 但18是我们知道 是8 是这样的吧 刚好还剩一个算上 他刚好给他一个 4 给他一个8 给他一个4 这个题就做完了 所以用8乘0.125 应该得 1 用4乘25 100 应该得 100 非常好 第二个叫抵消法 抵消法是经常用到的 我们说加减又抵消 加减抵消等于 0 说小花啊 今天要招待客人 他说发现他们家那个糖分完了以后 少了5块 他就出去买了5块糖 他边走呀 买完5块糖以后 他边走边吃 到家又吃了5块糖 说明他怎么样呢 没有 就白跑一趟是这样的吗 为什么呢 他是不是先买5块 先加5 后来又减5 吃了5块 所以就等于0 乘数抵消是等于0吗 不是 乘数抵消应该等于 1 举个例子 说小花的 今天说这个去年 去年比前年长胖了 然后是他前年的两倍 今年又减肥了 刚好又瘦了去年的两倍 那这个时候就是不是相当于是 先成又除二 但他是不是还存在 所以那当然是1 不能是0了 好了 记住这个 我们说当算式里有加点的时候 我就想给它抵消掉 有成书的事情就想给它抵消掉 成书抵消等于 1 加加抵消等于 0 那我们看看这个题 说13乘16除以这个 这个这个 一看这个题 是不是有乘有除 你会想到什么呢 成书抵消等于 1 那我们看看谁跟谁能抵消掉 相同的抵消掉 是吧 13跟 后面13 非常好 除13 是这样的吗 这块什么符号都没有 代表的是什么13呢 成 很好 成13 那成13除13 抵消成1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 成66跟 除66 也是1 然后呢 除123跟 成134 题目直接做它等于 1 是这样的吧 是 分组什么最重要呢 最重要就是 念出它的符号 符号有规律 一般都是用分组法 好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题 说100加99 98加97 -98 一直到 加1 写了一个手 是什么意思呢 是手势大复中的 以前一个面试的题 学到真题 看看会不会做呢 首先念一下符号 我们念一下它的符号 应该是 加 减 说的不好 这个题前面 这个什么都没写 也有一个符号 应该是什么呢 加 很好啊 这个符号 我们一定要知道是什么 那我们再念一下 应该是 加 加 减 加 减 非常好 几个符号 你觉得是一组 两个 哪两个 加和减 所以是不是第一个 先别管它 所以你会发现 是不是它俩一组 它俩一组 是这样的吗 是 那我们再看看后边的 谁跟谁一组呢 加和减一组 就应该是加三 加二一组 很好 那现在从二到九十九 是多少个数 你知不知道呢 你可能不太好算 一到一百 是不是一百个数 现在少了 前一个一百 少了后一个一 应该是九十八个数 两个数一组 应该有多少组呢 应该有四十 九组 四十九组 每组现在都等于 一 所以就是四十九个一 但后面还一个一 后面前面还一个一百 所以答应该是一百 一百五十 算的特别好 你看我们都突破一个 这个入学考试题了 我们说 D这个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常考到的 叫提取供应数法 提取供应数最重要的 就是看模型 我们以前提到过 什么样的模型 用提取供应数来比较多呢 就是乘加货乘减混合的提 加法减法把算是分为几家人 然后这个人里呢 有长得一样的人就给他提出来 如果没有长得一样的人 就给他整容成一样的 什么样的人能最好 最容易整容成一样的呢 就是有倍数关系的两个人 好我们看看这个题啊 3.45乘以6.8 加上65.5乘以0.68 写这个81是啥意思 81中学 对对对 不是减军级啊 是81中学的一个入学测试题 好先看一下 你觉得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做这个题 提取供应数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他是乘加混合的体 是吧 好那现在加法把算是分为了两家人 两家人里有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呢 没有 但有长得特别像的 你看看谁 6.8和0.68 非常好 他们是不是就代表的是 小数点的移动代表的是倍数关系啊 是 那我们给他变成一样的 你会怎么 谁变谁都可以 你会怎么办呢 把6.8变成0.68 可以 那现在我把它变成0.68 现在他就6.8到0.68 是不是说小十倍 对 为了算是不变 所以他就得怎么办呢 扩大十倍 扩大十倍 他就变成了 34.5乘以0.68 现在0.68 算6.68 一提出来 括号里上了一个什么呢 34.5加上65.5 刚好等于 100 非常好 100乘0.68 直接算出答案得 68 对 最后一个等差数列 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没给大家出奇 最重要的就是理解 公式 等差数列 哪个公式最常考到呢 就等差数列 求和的公式 是这样的吧 求和的公式 应该等于什么呢 应该等于 首加 末 乘以它的 个数除以2 非常好 然后呢 我们会发现 如果它的个数 是7个9个 基数个的时候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大家可以一多 不少乘 中间那个数 所以它也等于 A中间的数 乘以 个数 是这样的吧 这个公式 不要死基硬背 我们说这个公式 怎么来的呢 以前老师讲叫 倒序求和 或者我们 记得更简单点 叫皮鞋定理 你就想 你装鞋子的时候 是不是正一双 反一双 为什么要正一双 反一双呢 因为它那个根 是不是比较长 是吧 如果你不正反的话 它就装不进去 所以你就可以把 1加2加3加4加5 想成一个这样 前面小后面大的鞋子 所以在装鞋盒里面的时候 下一只鞋子 是不是应该是 该前大后小了 所以应该是 5加4加3加2加1 现在你知道 上下两个数 加起来都等于几 都等于6 所以现在是不是 1加5等于6 现在有多少个6呢 5个6 非常好 5个6 但5个6是不是两只鞋 那一只鞋怎么办呢 非常好 那这个1是不是就是手 那这个5就是末 那这个5就是五个数 除以2 所以就是A1加上 AN乘以N除以2 记住了吗 好了 那我们赶紧进入到这个 帮小花去解决问题的环节 我们先点亮第一个星球